这是一摞测试五粒值的瓦片 据说实力雄厚的人可以毫不费力地打碎十块 然而这个男人只是小手稍微用力 眨眼间就将四十块瓦片全部拍得走 可如此牛逼的操作 在他的对手眼里也只不过是垃圾 只见老头缓缓地脱下衣服 随即露出了一身快要爆炸的肌肉 见此永次狼狼也不再废话 他静止地朝着刘海王走去 可谁知这老头不讲武朵 一记应找直击永次狼的要害 然而永次狼的速度更快 一瞬间就将手掌插进了对手的领域 这突如其来的攻击让刘海王人都傻 可更离谱的还在后面 只见永次狼的手掌猛地用力 下一秒 刘海王的脸皮就像抹布一样被永次狼丢了出去 看到这一幕的观众全都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仅仅花费两秒半 永次狼便轻松解决了刘海王 而这就是地表最强生物的实力 但是除了永次狼 还有一位实力和他相当的选手 那就是来自华夏武学界的大宗师郭海 而他本场的对手则是泰拳王萨姆王 离谱的是两人的年龄相差足足123岁 任谁看来都是25岁的泰拳王会过手 而萨姆旺也同样认为 就算这个老头在牛逼 速度和力量上也绝对不如自己 趁着郭海王咳嗽的功夫 萨姆旺抓住士姬 一记快如闪电的鞭腿踢向郭海王 可结果下一秒 一双苍老的大手从他的背后身子 郭海王竟然当着上万名观众里 把泰拳王的裤子给扒了下来 可这还不是最尴尬 紧接着郭海王对着萨姆旺的昆战轻轻一谈 这画面想想落空 仅用一招弹指神功 148岁的郭海王就轻松赢下了泰拳王 比赛结束后的泰拳王仍捂着淡淡的忧伤 回想起刚刚发生的一遍 萨姆旺实在是不甘心 对着柱子疯狂发泄自己的自眉 而这一幕恰巧被路过的勇次郎看到 随即就对着泰拳王一顿嘲讽 要是身为鬼子的话 以这种耻辱的方式输掉比赛 早就应当切副自尽了 萨姆旺被气得咬牙切齿 当即就要把眼前这个沙玛特给咋性 可下一秒 可怜的萨姆旺一天内被打败两次 与此同时 眼神里充满智慧 只爱吃糖果的多利安也被带到赛场 而他的对手正是金刚拳第十八代传人杨海 两人的眼神中都透露出浓浓的沙意 随着比赛开始 杨海王率先发起进攻 猛的一记颠腿踢在多利安的脸上 可如今的多利安仅有三岁儿童的至少 面对杨海王如狂风暴雨般的攻击 他却毫无还手之力 只能被杨海王按在地上一顿暴走 很快杨海王就结束了这场毫无悬念的战斗 而就在这时奥利巴微微一笑 随即他捡起地上的糖果 然后像个变态一样扔进嘴里洗了洗 接着又将吸好的糖块塞进了多利安的嘴里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吃到糖果的多利安又满血复活地站了起来 可正当奥利巴带着多利安打算离开擂台时 杨海王却突然出现拦住了两人 在他看来现在的多利安就和傻子一样 根本就不配拥有海王的称号 当即就要和他再打一场 可一旁的奥利巴却看不下去了 不带这样欺负傻子的吧 既然杨海王想要再离死 那么奥利巴表示自己刚好可以陪他往 杨海王满脸不懈地看向只有一身死肌肉的奥利巴 可突然奥利巴一把抓住了杨海王的手 强大的力量让杨海王有不由的意境 当即就决定和奥利巴打一场 很快两人再次回到擂台上 地表最自由的男人奥利巴 和金刚拳杨海王的大战一触即发 从小练习金刚拳的杨海王 肉体强度早就练得比钻石还要坚异 无论是用铁链鞭打 还是大货车碾压腹 甚至是正面迎接大炮的轰击 都不能对其造成丝毫的伤害 接着他把好架势让奥利巴向他发起进攻 从未见过如此奇葩的请求 既然如此 奥利巴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 只见他将手掌轻轻地放在杨海王的头上 难以置信 奥利巴仅用单手就将杨海王按成了鞋垫子 接着奥利巴将双臂高高地举起 然后猛地将上一程 开始向众人展示他的完美身材 这逼都让他装完了 收到 奥利巴仲